用胸部擋球再回到脚上做球 最后来个倒挂金钩 让对手反应不及顺利得分 运用踢箭子和足球的运动技巧 再参考雨球和排球的比赛规则 这套由台北市望华国中体育老师李明秀 研制的箭球运动 从民国70年开始在各学校推广 训练学生肢体协调和临场反应 会踢箭球的他头脑的反应会比较灵活 思考会比较冷静一点 因为比赛的时候就是需要有这种特质 比赛场上球数忽快忽慢 落球点也难以预测 考验选手的经验判断 台北市教育局每年举办中小学剑球锦标赛 今年一共17所学校报名 从单打赛 双打赛到团队赛 包括长盛军 台美国小 三民国中和滬江高中等 都组队报名 表现也比往年精彩 选拔国所的标准 大概从他有参加一些城市的邀请赛开始看他们的成绩表现 然后到亚洲杯 他如果是主力球员的话 我们就会考虑选拔 把他纳入这个世界杯的比赛的选手 受到少指化和练习时间的限制 小学要发展剑球相对困难 但教练邓石铭认为 如果学生有企图心 升上中学后就能进步神速 透过亚洲杯或是澳门香港邀请赛的经验累积 也能代表台湾参与国际赛事 在剑球运动上发光发热 开播的台北书会新闻文邱世民参访报导